百香果的背后,解密肖战与王一博粉丝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中国娱乐圈中,肖战与王一博的粉丝群体拥有一个独特的称呼百香果。 这个绰号不仅仅是简单的代号,它背后蕴含了粉丝们对偶像的深厚感情以及复杂的文化内涵。 本文将深入探讨百香果称号的由来、含义,以及它如何反映出中国粉丝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一部分,肖战与王一博的偶像魅力。 肖战和王一博自陈情令合作以来,迅速成为中国娱乐圈最炙手可热的双男主组合。 他们各自在演艺事业上的卓越表现,使得他们的粉丝群体不断壮大。 通过分析他们的成长历程和职业生涯,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吸引如此多忠实的追随者。 第二部分,百香果称号的由来与意义。 百香果这一称号来源于粉丝对伯军一销这一CP Couple的昵称的演艺。 结合了两位偶像的名字和粉丝群体的英文缩写, 百香果不仅体现了粉丝的创造力,也传递了他们对偶像组合的深厚情感。 这一称号的背后,是一种对美好与浪漫的期待。 第三部分,粉丝文化的力量与影响。 百香果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一个强大而团结的社群。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线下活动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持肖战和王一博的事业, 并在中国娱乐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探讨这一粉丝文化如何在网络时代壮大,以及它对中国娱乐产业的影响,是理解百香果现象的关键。 第四部分,百香果与偶像关系的双向互动。 粉丝文化不仅影响偶像的形象,也通过互动反过来塑造偶像的行为和决策。 肖战和王一博对粉丝的回应和互动,进一步加深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这部分,可以探讨他们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粉丝见面会等方式与百香果互动,并分析这种互动对他们事业的推动作用。 百香果作为肖战与王一博粉丝的象征,不仅代表了对偶像的支持,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通过探讨这一称号的起源与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娱乐圈中粉丝文化的复杂性和其带来的社会影响。 一场有关美帝革命正在厦门机场悄悄进行,这是传统与现代,雅致与活力的碰撞。 杨并以其对时尚前沿的敏锐把握,选择穿着一件黑色的心中式男士衬衣,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引爆全场。 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的独到见解在这次亮相中被得到充分展示。 剪裁精良,线条流畅的衬衣,在加以恰到好处的长度,仿佛为他专门定制一般,将杨幂令人艳线的大长腿完美展现,每一步都散发着无法抵挡的迷人气质,这哪里是简单的穿衣服啊! 每次杨幂的穿搭,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胡乱堆叠,而是堪称一件精心策划的艺术品。 这一次,他将黑色心中式衬衣与黄色帽子、红色耳饰和黑色皮鞋巧妙搭配,颜色对比鲜明确又协调统一,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觉震撼。 黄色帽子仿佛出生的太阳,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亮色,而红色耳饰则宛如点睛之笔,使杨幂看起来更加生动可爱。 黑色皮鞋的融入,不仅与衬衣相得一张,更增添了几分干练与帅气,使整个造型兼具优雅与活力和朝气,完美展示了心中式的独特魅力。 在杨幂的时尚圈里,配饰绝非无足轻重。 她总是能够独具慧眼地发现那些不起眼的小物件,而这些小物件却能立刻提升整体气质。 此次,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是她帽子上的标签。 原本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缺陷的标签,被杨幂巧妙利用后,竟意外地变得别具一格,充满趣味,让人不禁好奇是否是她精心安排的时尚小技巧。 将黑白格纹发卡别在包上的行为,充分展现了她的搭配天赋。 这个细致入微的小心思,不但为整体造型增添了层次感,也彰显了她对时尚的独特见解和无穷想象力。 杨幂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中拥有绝佳身材比例的女星之一,这一点在厦门机场的亮相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人们都被杨幂的长腿和出色的腿部线条所吸引,却很少有人知道这背后的辛苦与辛勤付出。 身为一位公众人物,杨幂明白,维护良好的形象不仅是她的工作职责所在。 因此,杨幂始终保持着自律的生活方式,孜孜不倦地进行运动锻炼,只是为了在镜头前展现最佳的自己。 杨幂之所以能在时尚界取得一席之地,未受大众喜爱,正是因为她的这份坚持与付出,不仅成就了令人羡慕的身材,也让她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在人来人往的厦门机场,杨幂并没有因为自己明星的身份而自视甚高。 她和工作人员的交流既温柔又真挚,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亲切地问候着每一个人,展现出她极具亲和力的一面。 这一幕,让每一位在场者都切实体会到了她的温暖和友好,也使她在我等心中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和丰满。 随着杨幂在厦门机场引发的时尚风暴渐渐平息,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思索和谈论。 在当下这个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的时代,杨幂的穿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启示。 我们在赞叹杨幂时尚魅力的同时,不禁会对她提出疑问,时尚与真实之间的界限究竟在何处? 我们应当盲目追逐潮流,还是坚持自我,做最真实的自己。 也许,杨幂通过她的言传身教,向我们深刻阐述了这一意义。 让我们期待杨幂在未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演和无限惊喜, 同时,我们也应勇敢地踏出属于自己的时尚之路。 杨幂最近在一场时尚活动中以男装造型亮相,再次展现了她惊人的时尚驾驭能力。 尤其是她那双逆天长腿,在这次男装秀中显得格外突出,令人惊叹不已。 杨幂不愧是时尚界的宠儿,无论是任何风格的造型,她总能轻松驾驭,展现出不凡的魅力。 然而,除了她的造型和长腿,这次秀场上的一些小细节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首先,杨幂的帽子标签竟然没有摘掉,这个细节被眼尖的网友捕捉到,并引发了一些讨论。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造型师的失误,但也有人猜测这是刻意未知,可能是为了凸显一种随意,不羁的时尚态度。 此外,杨幂还将发卡巧妙地变身为包式,这一创意的搭配也让人眼前一亮。 她通过这种细节的处理,使整个造型更加独特和具有个性,也进一步彰显了她在时尚领域的创新精神。 总的来说,杨幂这次的男装秀不仅展现了她的完美身材和时尚品味,还通过一些别具一格的小细节,再次证明了她在时尚界的超强影响力。 无论是长腿、帽子标签还是发卡变包式,这些都为她的整体造型增色不少,难怪她每次出场都能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杨幂的时尚表现力,无疑为她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和喜爱。